明天是国家动物园熊猫馆的开馆一周年 大熊猫欣欣和亮亮的到来 立即成为了国家动物园的镇圆之宝 在短短一年内吸引了超过33万元次前来动物园 许多游客误以为欣欣和亮亮是来表演的 然而看着两只大熊猫懒泱泱的趴着休息或是睡觉 觉得很失望 国家动物园兽医孙雪奇说 其实大熊猫来到动物园也保持了它们的习惯和生活常态 而不是训练熊猫表演 这是违反常态的 为了不让游客扫兴 他建议游客在大熊猫近视时间 即早上9点上午11点30分 以及下午2点30分进入熊猫馆 星球日报专题组记者正巧赶上了大熊猫活动的时间 星星大约在下午2点10分睡醒后 便在驰旁排泄 过后就摆动着笨重的身躯 走到园内进入眷舍的门口坐着 原来动物园工作人员是利用食物来控制熊猫的活动 因为人和熊猫不能共存在一个空间 以防止熊猫抓狂 因此熊猫会进入眷舍之内 工作人员从另一个通道出来打扫熊猫园后 会在园内放下熊猫的食物 这些食物分布在各个角落 让熊猫在园内寻找食物 国家动物园公关与市场专员说 星星比较自律 每到近时时间就会起身坐着 等候进入眷舍 而亮亮则比较固执 工作人员常常要呼唤她多次 她才懒泱泱地进入眷舍 大熊猫从眷舍出来后迫不及待地寻找食物 有的食物在地上 有的在轮胎里 有的在架子上 星星坐在架子上 狼吞虎咽 一口尖一口地咬竹子 而亮亮较为慵懒 斜躺着享受食物 大熊猫一天的时间 多是用来逆食和睡觉 但是在动物园内 它们的活动范围不大 每次享用食物 约45分钟至一个小时 接着就休息睡觉 想看大熊猫的萌样 一定要记得熊猫的进食时间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